對於這個黨內的存分的這個情況 一個年齡 會不會覺得這次存分有點太重 謝謝 我們要尊重 因為有前面大家還要花10萬塊錢 還要送黨重陽 會不會覺得不太逢氣 還好 謝謝 尊重 讓我們給你加油一下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其實應該是有10個人 不是8個人 那10個人當中又分情節重大 分成兩個太陽 那我的太陽是跟洪生安 跟張宏露並在一組 他們是上廁所的時候沒有投到票 那我是忙得點名 叫其他人趕快要投票 卻有自己忘了投票 然後另外一個是死小孩 幫我按錯票 但是我都有即時的馬上就更正 所以這是符合黨內的一個規定 所以我就被沒有 不需要到紀律小組裡頭做報告 我的狀況是如此 那另外一組人其實不明 另外還有7個人情況不明 所以他們必須到紀律小組裡頭進行報告 每次攏長的表決 都會有讓委員上廁所的時間 但這一次太時間長之外 其實沒有讓委員可以有去上廁所的時間 所以我跟其他幾位委員 有的人就是因為去上廁所時間來不及 所以才造成沒有投到票的情況 其實這點我相信民進黨黨團 他們也都可以清楚也都可以體諒 超過30個以上的表決的確會給我們一點空間 因為可能一表決就10個小時12個鐘頭 那當天我的藥發了 就是我的感冒要有感覺 那所以真的有一點昏昏沉沉 但是我認為不對就是不對啦 那好險我們馬上有去表達 我們跟黨團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所以拜託大家我們千萬不要隨便吃藥 因為每一個藥都會有它的作用 也要做一些要害的宣導 是沒有跟黨團投票一致 這個我真的就想不起來了 可能是病荒馬拉之際沒有很認真的投票 然後才不是很清楚啦 我真的沒有那麼清楚 encontrar不想全部不azing 兩隻不成功 三隻不成功 這一隻不成功 這一隻不成功 兩隻不成功 我們在這下